祝福主助你普听我的呼声 你一向是我的救人 我的救主 不要把我遗忘 因父及自己先前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众 圣诗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意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按照犹太人的法律 以色列的领袖 就是要照顾 弱小者 贫穷的人 寡妇 孤儿寡妇 就是要照顾他们的 但是在今天的读经 从列王纪 我们会听到 这个国王就是阿哈布 他不但没有好好地 照顾这些的穷人 但是他就要抢 穷人的徒弟 他抢不到 他的太太伊兹贝尔 就来出手 把拿伯特杀掉 以后把他的徒弟 交给阿哈布 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生活 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使命 就是爱所有的人 要照顾其他的人 我们是否真的是做到 或许我们把阿哈布 他所做的 在显现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人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 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人生的天主 仰望你的人 必获得永利 我们身心软弱 没有你的主佑 便一无所能 求你福音我们 管世恩宠 主要我们 遵守你的诫命 所有私言行为 都能得到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列王纪上 那时候 伊茨勒尔人 纳波特 在伊茨勒尔 靠近 萨玛里亚王 阿哈布的宫殿 有一座葡萄园 阿哈布对 纳波特说 把你的葡萄园 让给我吧 我要用它 做菜园 因为靠近 我的宫殿 我愿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 与你交换 或者 如果你愿意 我也可以照葡萄园的价值 给你钱 纳波特回答 阿哈布说 上主不准我 我把祖产让给你 阿哈布 由于 伊茨勒尔人 纳波特 对他说的话 我绝不把祖产 让给你 便闷闷不乐的 回到宫中 躺在床上 转过脸去 不肯吃饭 他的妻子 伊泽贝尔 来见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 心里 这样悠闷 连饭 都不肯吃 阿哈布 回答说 因为 我对伊茨勒尔人 纳波特说 请将你的葡萄园 按时价 卖给我 或者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拿 另一个葡萄园 来和你交换 他却回答说 我绝不把我的葡萄园 让给你 他的妻子 伊泽贝尔 对他说 你真会统治以色列 只关心来吃饭 心情愉快 我必把 伊茨勒尔人 纳波特的葡萄园 交给你 伊泽贝尔 便以阿哈布的名义 写了一封信 盖上君王的印 送给与纳波特 同住一城的长老 和官身 信上写道 你们要宣布进食 叫纳波特 坐上民众的守卫 然后 再叫两个流氓 坐在他的对面 坐正控告他说 纳波特 辱骂了天主 和君王 你们就把他 拉出城外 用石头扎死 那些 那些与纳波特 同住在一城的长老 和官身 便照伊泽贝尔 吩咐他们的 照他送给他们的 信上所写的 做了 宣布进食 叫纳波特 叫纳波特 坐上民众的守卫 两个流氓 前来坐在他的对面 当众作证 控告纳波特 辱骂了天主和君王 民众便把他 拉出城外 用石头扎死了 然后派人 告诉伊泽贝尔说 纳波特 已经被石头扎死了 伊泽贝尔 听说纳波特 已经被石头扎死了 就对阿哈布说 你起来 去占领 伊斯勒尔人 纳波特 先前不肯照石架 卖给你的葡萄园 因为纳波特 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已经死了 阿哈布一听说 纳波特死了 就起身 到伊斯勒尔人 纳波特的葡萄园去 占有了他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你留意我的心曲 上主 求你留意我的心曲 上主 求你倾听我的语言 留意我的心曲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请垂听我求助的呼声 上主 求你留意我的心曲 因为你不是喜爱 罪恶的天主 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狂傲的人也不能在你面前站立 上主 求你留意我的心曲 作恶的人 你厌恶痛恨 说话不识的人 你必予以消除 奸诈好杀的人 上主 一律 厌恶 上主 主 求你留意我的心曲 中文字幕支撑 中文字幕支撑 主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一向听人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却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甲 你把作家也赚给他 如果有人与你赠送 要拿你的内衣 你连外衣也让给他 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有人求你 就答应他 有人向你接待 你不要拒绝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可能在FB或是在YouTube会看到有一些的照片或是影片 那这些的照片影片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你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你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叫做 那这个叫做 你过去的可能是你外在看的好像是老化的 好 你吃这个产品 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变了 你变年轻了 你的皮肤是有皱纹的 你吃了这个产品 你过了一段时间 就很光滑的 如果你过去你生病 你吃了什么的 你会变健康的 这个是过去跟现在 其实耶稣他也在今天的福音也是玩这个的游戏 我们说玩游戏 其实他不是玩游戏 他讲了一个事实 虽然是在耶稣时代 这个过去跟现在的这个做法可能也没有非常的流行 但是耶稣确实他是用了这个 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 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可与过去一样的 他所强调的是过去的以色列的生活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法律里面的要求 一眼还原一押还押 那这一眼还原 那时候的做法他们不是为了报复 但是那时候是为了保证人的军严 如果你做错了 你要受到的惩罚要相成于你的你的错物 而不是高或是多于你所犯的错 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的保证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是如果你伤害了我 我就要你的命你就死了 所以他们的那个法律就是有保证 如果你的人伤害了你 你只能伤害他 相成了与他伤害你的方式 所以一眼还原一押还押 但是在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 说这个是过去的做法 现在的我们 我们吃了什么药呢 我们不是吃什么药 但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传上了新的衣服 就是耶稣基督 交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衣服 我们传上了基督 我们也要以新的方式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再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我们不再以报复去对待别人 耶稣要求我们远远超过这个 我们要以爱 以爱去接纳别人 以爱去对付别人 如果别人是这样的伤了我们 我们就不要说要去伤他的 我们要充满着天主的恩宠 接受天主的恩宠 在我们的生活上 得到这个力量去爱别人 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要求的 before and after before是以言还言 现在我们以爱去对付别人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你以生存充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力 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或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力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身切得安慰和圣神 欣赐于我们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求赐我们聪明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谋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救我们便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人的天主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面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让我们同心在 天内的公容中 走走在光中 让我们彼此相爱 直到天主面 走走在光中 走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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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主地光明中 走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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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主地光明中 走在光明中 走在光明中 感谢观看